大中上屆聯賽奪得第八位 今季他們主力加強了中前場的陣容 希望進攻方面有所進步 大中的中場主力有日本球員 立谷依職 他是前日本角的三葡芝良堂底 來自大連的角援張錫科 他有多場中超的經驗 前鋒阿力士今季再次由傑至回歸大中 球隊一定有功力上增加 隊伍挺不錯 比其他人不同 我們會看到後來的事情 我們將會說是超級大球 我們有日本球員 我認為是最後一季 我們有附近Lukalu 還有幾個外國球員 我們會獲得新的中國男子 是很興奮的球員 今年我在傑至大中 其實我在傑至都差不多四年了 我記得 今年轉換了一個新環境 其實那些隊友之前也夾過 但是很可能要適應 這班隊友我以前也有夾開 但是我相信沒有夾開幾季 都要重新適應 不過我相信很容易 可以一起的默契幾號 自從潘文迪掛開之後 我們大中就少了一個 擁有很多經驗的球員提出 對年輕球員的進步 或者在比賽上 應該怎樣做 怎樣踢才是最好的 都有一定的影響 希望今年球隊可以在杯賽中 入到決賽 還有在聯賽中 都盡量爭到去投四 每個隊友都會有自己的方式 同樣我 我不會改變 我最近幾個年來 甚至在Kichi 甚至在Pegasus 甚至在HK national team 我會保持我的組織 4-3-3 或4-1-4-1 但當然 當然 我不會讓我開心 我只需要讓球員開心 之後 之後 就只會 自己的方式 大中在第一週 對完神禧之後 第二週將會對著公民 而第四週 更加要挑戰男話